Pokemon Go 最新资讯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Pokemon Go 的最新资讯 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6月份的资讯 首先就是我们6月份的突破性进子奖励 就会在6月2日凌晨4点至7月2日凌晨4点 今次的主角就是珍珠贝 完成的话就会送一张远距离团体战入场券 还有两倍的经验 我们的远距离团体战入场券 原本就会是我们的每周礼盒 但是官方就取消了每周礼盒 就把突破性进展奖励 增加了远距离团体战入场券 官方是聪明了 就要玩家每日完成田野调查 才可以拿到这张远距离团体战入场券 挺珍贵的 我们的珍珠贝也会有我们色违版的有机会遇到 然后就是高火电队老大把目的特殊调查课题 在我们的6月1日凌晨2月0分 就去到6月17日凌晨1点 就可以遇到我们的暗影闪电了 只要打赢了把目老大的话 就会遇到暗影闪电了 就需要完成远走高飞的特殊调查 我们的6月17日开始 就会有第二个暗影传说宝贝登场 官方就这样强调 因为之前暗影闪电了就有点不 所以就今次就是补偿的 另外一个补偿活动就是加拿二小火马补偿活动 就会在6月1日上午早上10点 至到6月8日早上10点 加拿二小火马因为之前有些色违的问题 所以现在才有补偿活动 7公里弹就会遇到我们加拿二小火马的机率比较高 就会有机会色违的 有限时挑战的 限时挑战就会遇到加拿二小火马 以及其他奖励 加拿二小火马就有机会遇到色违版本 就在下角大家可以看看 多漂亮的 然后就是探索的季节 明天开始就会开始探索的季节 6月1日上午10点至9月1日上午10点 传说团体战就会有不少惊喜 例如在Pokemon Go Fest 2021登场的特别的保抗梦 还有构极解锁的体验 在城市里就有机会遇到 多边瘦小池怪阿罗拉小拉达等 在森林里面就有机会遇到 拉巴牙、蝦蜜蝦、Dudu 山区就会遇到 独角西牛、潮不鼻、石居鞋 水域就会遇到 厚厚精、鱼鱼王和马尼鲁 在北半球就会遇到 阿罗拉地鼠、海猩猩八核 跟娃娃、泥泥秋、木手公、火炙鸡 水若月、四季鹿的夏天版 如果你幸运的话就会遇到 欧云眼、飞天堂龙和三日风 南半球就会遇到 大蝦背、阿罗拉绿尾、阿罗拉村山鼠 电电虫、草苗龜、小火焰猴、波加曼 如果你幸运的话就会遇到 风铃铃、亨体虹、大蝦头 还有就会遇到冬天的四季鹿 北半球就会遇到夏天四季鹿 在右上角大家可以参考一看 还有我们有活动内容 2公里蛋就会敷到 粉香香、绵绵豹、永圈幼、馬生娜等 5公里蛋就会敷到 盔菜怪、波克比和天杰等 时至哈描写中 5公里蛋会敷到 铃铃组、铁鼻窗黑、头盖龙和铃铛龙等 时刻拿到的10公里蛋就会敷到铁铁铃 宝贝龙 利欧炉和圆禄沙等等 10公里蛋就会敷到搬运小象 铃铃铃寶 毛头小鹰和翁福等等 这些就是例子一些特别的精灵跟大家分享 详细内容要看敷蛋列表 因为现在更新了敷蛋列表 可以看到你可以有机会敷到什么精灵 田野调查课题每个月就会改变 讲完探索的季节就讲到6月份的最小时刻 就是逢星期二的下午6点至7点 第一个星期二就是6月1日就是明天 石居铁就是最小时刻的主角 我们是捕捉时经验加倍的 6月8日就是海西是主角 捕捉时糖果加倍的 6月15日就是外外秀就是主角 传送时糖果加倍的 6月12日就是小生猪是主角 进化时经验加倍的 6月29日就是长尾怪手就是主角 捕捉时升成加倍的 那这些五只精灵都有机会遇到 它的色围版本就在右手边了 那我们小生猪是比较值得 足点的就可以拿去打团体战 或者打PVP都可以的 6月的团体战就是E3柱 我帮我放了一张图出来的 那E3柱就是雷吉洛克 雷吉艾斯和雷吉斯奇路的 6月1日上午10点至6月17日上午10点 那之后就会有一只惊喜的 传说宝可梦登场的暂时 官方就毫无透露出来 让我们猜猜一下 那6月17日上午10点至6月30日上午10点 那我们的晚餐约会都有分主角的 那在6月2日就是雷吉洛克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6月9日就是雷吉斯奇路就是我们的主角 6月16日就是雷吉艾斯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23日和30日就是我们这只惊喜传说宝可梦 那这三柱都有机会遇到色围版本 那雷吉艾斯就分得不太清楚 因为它的色围差别真的很小 那其他两只都分得很清楚 那我们看看它们的三只艾斯的攻略 那首先就是雷吉艾斯的团体战 那雷吉艾斯攻击179防御 3809内力190的 40L的MAX CP就是3122 100FB数值178色 有天气加成就是2230的 那推荐招式是锁定暴风雪加地震的 那天气加成是霞雪啦 那用途是导冬团体战 那就一般的 看看你有没有精灵才能用的 那PVP多的挺好用的 那推荐人数是4-5人攻打 那PVP排名呢 就是超级联盟排88 大师联盟排71 高级联盟排20的 那推荐攻打就是岩石火格斗降属性的火荷蒙 战除龙 超级狂石 具够怪火燃料 莱希拉姆和人噴火龙歪的 那都是推荐他打他的精灵 那又就是雷吉洛克团体战 那雷吉洛克和雷吉艾斯的数值一样 那就不重複讲了 那推荐招式就是锁定夹 尖石攻击或者真气弹的 加上真气弹就好一些了 那天气加成是多云的 那他的用途是导冠 BVP对战 那真的没有岩石属性之用 那推荐人数就是4-5人 那超级联盟排29名 高级联盟排19名 大师联盟排49名 那推荐攻打他就是 降地面格斗草和水的 那都挺广的被人打的范围 那推荐是超级狂仔 怪力 螺丝雷队 丐勾卡 超级水箭鬼和土地云零兽形态 那对雷吉斯奇路了 那雷吉斯奇路的攻击就是143个 防御285个 耐力就是190个 40 level max CP就是2447的 100 IV 数就是13900 天气加成就是17400的 那推荐之式就是锁定 加加龙光炮加真气弹的 那天气加成就是洛雪用途PVP的 那是纯杠属性保护墓 推荐人数4-5人 那超级联盟排21的 高级联盟排第5的大师联盟排176的 推荐攻打就是火地面格斗的 推荐超级狂西 怪力 零兽形态土地云 那固拉多 莱希拉姆 以及超级喷火龙歪的 那它的可以减被减 那它呢 对它的伤害减少的精灵呢 属性的很广的 那真的可以很耐打 那它的PVP也挺好用的 那好了 讲一下超级团队战啦 那长耳兔呢 就会在6月1号的上50点 到6月8号的上50点登场 那我们的超级博弈学修 就会在6月8号上50点 到6月17号上50点登场的 那都是新的Mega精灵来的 那我们超级布里龙就会 6月17号上50点到7月2号上50点登场的 那我这三个都有机会遇到色围版本的 那就是外学修新出的精灵来的啦 那我们的圆禄沙社群日就是 这次6月份的社群日主角 那大家都可以看回之前的资讯的 那可以按有上个资讯家去看回之前的影片 去了解更多圆禄沙社群日的资讯啦 那6月份的活动啦 那6月份的活动呢 首先有一个超级缓慢的发现 A Very Slow Discovery 就在6月8号星期二上50点到6月13号的晚上的 有加勒以外手、加勒以外学手 和超级外学手就会首次亮相啦 这个活动呢就会以冷导和活跃保抗梦为主题 例如懒人奶,类似这些精灵啦 还有收藏家挑战的 那还有冬夏智活动啦 那就是6月17号上50点到6月20号的晚上的 北半球训练家就会遇到以夏季为主题的保抗梦 南半球的训练家就会遇到以冬季为主题的保抗梦 那6月16号就会发布更多的消息的啦 那6月17号开始到6月16号才发布消息的 那都是挺吻水的 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不知道什么活动的 就是6月25号星期五的 早上10点到7月1号的晚上 那目前呢,这个活动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没有标题啦,只有门牙 这个就做预告的大牙利 那就没什么可能的,很少,可能出色位 不知道啦 那还有其他中午活动都是未透露的 那暂时都是只有这些资讯 那好啦,今天介绍6月份活动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的右下角按赞 第一个频道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玩Pokemon GO的朋友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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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